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最后面还好9584点是下跌了60点 那么在后市来说这个礼拜已经结束了 下个礼拜怎么来观察在指数的部分 进一步的会不会有方向出来呢 好我们赶快要请到是巨大头顾的资深郑奇双飞 是钟建安 佳音哥你好 好 依化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佳音哥 今天指数果然不太好看 昨天我们就有点担心了 但还好就意料当中的话是会下跌没有错 那么在操盘的部分 整个期货市场后续要怎么来看待 好的 其实蛮简单的啊 只有外资卖你就买啊 外资买你就卖啊 又要帮外资默爱三分钟了 我看今天他应该又会关起了 在那边检讨了对不对 每一天就是这样 我们的Hallokini就把他搞死了 到底要怎么办啊 其实面对这个行情 贾安老师都会跟你讲说 厉害 对这个担心一定要有厉害 如果还会出席一个台语还说不对 对担心要有厉害 面对这个大法你真的要有见解 你真的不要人云亦云的啦 站上去的时候 看多的老师跟你说 怎样啊 要破万点了 要怎样怎样了 掉下来的时候要跟你左肩右肩 什么肩都出来了 有时候想一想喔 你去卡在四月份的担心拿出来看 我们再看一次好了好不好 对这个担心一定要有厉害啦 见解就在这边啦 这样了解喔 所以我打一张图给你看 你喊多事吗 你喊空事吗 那你跟我说 你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的 来 我们给你看一下 这是大盘的日线集的K棒 好不好 你告诉我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之前还没有在结算的时候 9721点对不对 然后9540点 你看 几天了 我算给你看 算给你听啊 好 7 2 3 4 5 6 7 8 9 10 12 13 14 15 15天你就这样忽多忽空忽空忽多 这边的老师画得 还有一边的老师画空 你就跟着流多流空拔来拔去的 这样感觉 这样是对的吗 不对的吧 对不对 所以我的看法是怎样 沿路以来我都一直跟你讲 如果是红K棒 我就跟你讲 是他不像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 严格来说是一个横盘整理盘 变成红K棒的时候 我还是告诉你 他是一个震荡高手盘 他不是个空方趋势盘 我是不是都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图形告诉我 不是健安老师不给你讲方向 你说江老师你落策啦 你都没在带方向的 是带方向的更落策啦 是没带方向的更落策 应该不压方向的比较OK吧 15天都横在这里 你压什么方向啦 是说滑坏啦 了解吗 你每天在流空挖起 八八 还挖起 这样你感觉 也不是不对 所以重点在哪边 我的看法还是这样 我必须要先给你结论 今天已经收周线了 周线是小跌的四十几点 对不对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我不会这些人云亦云 来瞎起哄 我的看法还是这个样子 盘整盘依旧 法人盘依旧 人工盘依旧 我的看法还是这样 没有改变 既然它是一个 不像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 人工盘那么久 我已经喊了一个月的人工盘了 各位投资朋友 各位的那个使用工具的学员 我已经说一句话 每天问说 健安老师今天是不是人工盘 我又喊了一个月 你都没有认真听 还问我是不是人工盘 我是要怎么跟你说 我要靠电话给你了 了解吗 每天就跟你说人工盘 人工盘 到今天一样 也是个人工盘 好这时候来了 健安老师 你不要再臭皮了 你很厉害 那问题是人工盘来的时候 怎么当冲 对不对 来 健安老师还是要教你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 你今天如果假设 真的大赔出场了 你真的要去给我跪算盘 现在还没有算盘才会跪 对啊 计算机 跪计算机 要不然就跪键盘了 没办法 因为现在那种电脑 它就跪键盘了 昨天我跟你讲 是不是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一位说 哎哟 没错哦 佛心来着 对不对 对啊 多空交战的点位 是不是跟你讲 打在9612 如果你看多的 这个数字要守住 如果你看空的 这个数字跌破的时候 你就要给它空下去 我是不是这样说 我是不是这样提醒大家 工具的用法就是这样 所以请问一下 如果假设你今天 看到这个数字9612 你今天还大赔出场的 你真的要听健安老师的劝 去买个键盘 跪在那里三点讲一下 不然你跪30分钟而已 跪在键盘上面 看健安老师的节目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要失过了 这样了解吗 很简单的吗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 对不对 所以9612 我就先告诉你了 好 那用最新多空交战的点位在哪边 埋一下梗 就这 多空交战的点位 最新的哦 9500X11 你是不是又在乱猜了 要不要来玩一个 1A 2B 3C的那种 应该不用玩吧 95X1到底打在哪边 等一下健安老师再告诉你 所以请你认真看整个节目 看节目完之后 我就会告诉你了 所以还是要拉回来 到底今天当冲要怎么冲 健安老师 昨天是不是要告诉你说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对人的脚趁 去做桌 对人的脚趁 去做胖 不是这样吗 跟辟从交易法 对不对 我是不是这么说 对不对 跟辟从交易法 是什么东西 就是请你看懂 价量关系 对不对 然后昨天 我还考考异化 对不对 什么叫买盘 什么叫卖盘 对 就是这个东西 当积极的买盘 跑出来的时候 不要客气 对他的脚趁 去做桌 积极的卖盘 跑出来的时候 对他的脚趁 去放空 把他卡下去 我们就对了 不就是这样吗 然后再搭配 K棒的颜色 如果价格跟量 是同方向 不要客气 大胆的做 如果价格跟量 不同方向 你可以推展观望 或者是把你的 不会缩小 我不是这样教你的吗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面对这个行情 要怎么弄 来 我跟你讲 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了 来 建安老师 把那个台子旗的 十分钟的K棒 把它叫出来 叫出来就知道 建安老师 要表达的东西了 来 台子旗的 十分钟的K棒 来 我们眼尖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开盘是在这个地方 开盘一下 来 你告诉我 9612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如果跌破9612点 它是多空交叉的点位 第一个保险你已经知道了 跌破9612你就要偏空了 对不对 第二个你再看到 卖方那么积极 看不见 好 一样的我自己Q 我可以帮你拉高一点 这样看有吗 有 直接 第一根K棒开出来的时候 跟你讲 主人家 今天买做桌 不要够小 为什么 是卖方 所以卖方的意思是什么 当然是 刚才他的脚趾 把K下去 请问一下 卖方跑出来了 价格是不是又往下掉了 是不是沿路都是蓝色的K棒 那这不就是价量配合了吗 你了解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我把它说起来谢谢 那你看一下 其实面对这个行情 没那么难 有没有 今天的走法 就是价格往下掉 卖盘跑出来 昨天的走法 是价格往上涨 买盘跑出来 不是一模一样吗 这不就是建安老师 这么多天来 已经讲了快要两个礼拜了 这两个礼拜一直告诉你说 遇到人工盘不要害怕 不要就成竟然 你会说 我都在那里 怕是这样 不要担拔 不要害怕 为什么 因为有正确的方法 我就知道到底现在是 买方积极 还是卖方积极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来 卖方积极你就偏空思考 买方积极就偏多思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给它缩小一点 让你看一下 如果假设你 有没有发现 卖方积极就掉下来 有没有 这样 跌下来 买方积极就推上去 卖方积极就掉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卖方积极应该没有作弊吧 一模一样 盘中的时候就是告诉你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发现了 对 卖方积极你这样讲 蛮有道理的 本来就是这样 来 拉回来 交易真的可以很简单 你真的不要把它搞得很复杂 好不好 而且连续这三天 都是一个 比较 破洞度比较大的一个行情 那你应该要捞得到才对 如果你捞不到 去买键盘 没办法 已经跟你说过了 买键盘 好 所以最后我要给你一个结论 当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跟你讲一句话好不好 这句话我觉得还蛮收用的 不管你是交易也好 不管你是工作也好 感情也好 都是一样的道理 来 当你操作实力的时候 当挫折 瓶颈 麻烦 找上你的时候 你应该要找出口 而不是找借口 你现在的意思 这都是哈罗基 政府基金 国安基金 我还在欧白控盘 我输成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样喊一喊 他会说 来你的口罩给我 我明天把钱包给你 包给你 包给你 不会嘛 所以重点在哪边 当挫折跟瓶颈还有麻烦 找上你的时候 你应该要找出口 而不是找借口 你明明知道是人工盘 你硬要在这种人工盘 你不会做的状况之下 你硬要拼 请问一下 拼到最后的结果 是你受伤 那国安 不是讲国安基金 不能讲 就是另外一只 看不见的手 很开心 请问一下 这样你要找谁 找谁理论 这样了解了 所以最后还是一样 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 还是把握一个原则 请你看懂价量关系 然后请你运用正确的方法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真的把K棒 颜色给他准备好 然后把操作周期给他固定 剩下的就请你按照 建议老师教你的 看懂价量关系 跟辟从教育法 已经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 如果假设你喜欢那种 这边放均线 这边放KD 下面又放三大法 这边又放融资券 你如果这样比较厉害 你就自己理大厨用好了 这样了解 你要知道输到什么时候 你才会精适啊 想一下 建议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不管你今天是赚钱也好 不管你今天是赔钱也好 先心平气和讲一下 想一下 这连续这两个礼拜 建议老师一直跟你讲 价量关系 量价的关系 你一定要把它弄懂好不好 那个量不是成交量的量 不要乱学哦 很多人跟你讲说 价量关系很重要很重要 结果那个量是买盘的量 还是卖盘的量才是重点 所以天然的最好 甘丹的最好 把K棒颜色给他准备好 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 手机率的操作 我相信操作期货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一定可以大赚小赔 一点都不困难 对 好不过今天在最新这个筹码面 怎么变化呢 因为今天在先货的部分 外资小小的卖潮 但是期货呢 期货昨天一口气 加了一万多口多单 今天呢 好的 这时候有没有 我又想要起立帮外资莫哀三分钟 外资真的好可怜哦 一卖的话就是最低点 一买的话就是最高点 今天呢 当然是这样 来看看 再买38亿了 哎哟 夭壮我 我看应该是我再开会了 又再开会 每天都开会 对 之前是自营商开会 对不对 现在自营商变聪明了 真的变聪明了 现在是全部都在开会了 来 付57亿的话 那是多少 那就是卖57亿了 所以就中心偏空来看待了 所以这个 现货的筹码 就中心偏空来看待 好 来 期货的部分 你是不是认为它有多单呢 多个头 多转空了 一股脑儿 全部丢出来 所以也不太敢 就是见部位了 为什么都定到了 所以就给它 做空569个 这个只是预估值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自营商的话 偏空差错了2100 所以进空单 只剩下344 所以你没有发现 都不敢做了 对不对 丁掉了 这样了解 连三大法人都看不清楚 你还在乱贏 这样了解 所以当你没有方法 请你退场观望 听江老师的劝 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人家讲说 听说机会很好 听说选择权很好 你来 你来 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方法不对 退场观望就对了 好不好 如果假设你想要在哪里跌到 哪里爬起来就用卡棒颜色 不就是这样吗 好 来 选择权的部分 进多单2350 两万 你看紧张到千跟万都分不清楚了 两万三千多口 然后自营商的话 平空差之后一万四 所以进空单来到了六万多 所以这样加他减减 已经快要慢慢接近六万口的一个进高水位了 所以四万多口 所以只能中性偏空来看大一点点 大概三分 如果假设一到十分的话 大概给他三分的一个状况 好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poco ratio 昨天的poco ratio是不是1.10 那今天呢 1.04又掉下来了 所以这个数字我就给他中心看待就好了 没有方向 就以poco ratio来讲是没有方向的 好 那必须要琢磨的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一个看不见的黑手 他是躲在小台子里面 以前我们在追踪赏户多空的力道 是赏户在做多跟做空 就反着做就好 现在很聪明 这只手 他不是躲在大台 他是躲在小台 所以你看昨天就是昨天的 负30.1 有没有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改成 Hello Kitty 多空力道 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改这样 你看昨天是放空的 结果今天聪明吧 所以你要跟谁 不要跟错人了 现在正变负8.4 这样了解吗 所以重点那边 你的钱 你昨天做多的钱 你还会有 Hello Kitty宽造 就这么简单 你不能欲白责 我就教你不要乱欲白责 好 那一样的我们看一下 八道光谷航库的一个部分 到底是买超还是卖超呢 昨天三大法人买超 所以八道光谷航库 卖超了19亿 卖超了19亿 前天的话 捞底了43亿 昨天逢高出脱了19亿 这就是八道光谷航库 惯用的一个手法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 K棒的颜色 K棒的颜色 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现在的方向是怎样 所以顺势交易 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不要去猜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都一直会问江老师 阿山老师 明天会去哪里 我也知道 我如果知道我就是神了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可以退而求其事 我可以追惯性 惯性往哪边的几率大 我只能跟你讲说 往那边的几率大 但是我不能跟你讲说 一定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一定的 那怎么追呢 运用颜色管理的概念 红绿灯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嘛 然后呢 K棒的颜色 红K棒 多 蓝K棒 空 黄K棒 就在盘整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大盘日线级的K棒 目前是不是有方向出来呢 答案揭晓 还是没有方向 不是江老师不给你方向 我的看法 它还是在横盘整理盘 只是我有跟大家提醒过 就以周线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9530点一定要守住 如果假设真的守不住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这么大的一个头部 全部套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你紧张而已 连外资都很紧张 因为一路上去是外资买的 谁在紧张 曾主委也很紧张 我每天在那边跟你喊 基本面很好 你如果给我破线的话 我的面子要挂哪里 所以两个都很紧张 但是两个都紧张 为什么不把盘子拉出去 我觉得很奇怪 好啦 不管它了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横盘整理盘 没有方向的一个横盘整理盘 所以在操作股票的角度来看 请你记得 强势股逢拉回找买点 弱势股逢反弹去做空点 这样就对了 对 好 不过说到了在这个标股的部分 今天已经是周末了嘛 对 要说这样了 第18版本的赛马理论 要不要全部揭晓一下 公开一下 公开 对啊 其实我跟你讲真的 今天我是不是神 我是说真的 我不可能每一笔 选的赛马都标出去 有两档真的比较掉漆的 但是有没有很掉漆 是没有 你去看它的现行 我等下跟你讲 只是说稍微回挡没有冲出去 它不是不代表它是弱的 所以18版本的赛马理论 已经要功成身退了 真的要功成身退 在讲功成身退之前的话 你说真好 你是不是今天没有赛马标出去 有啦 都没有 哪一档股票想知道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导播帮我上一档 日内走势图 5349的先锋 没落差 创新高 这样了解吗 也就是说意思是什么 如果假设你运用18版本的赛马理论 你放在你的资选股里面 你做它 基本上来讲 不管是昨天前天或大前天 你都没有赔钱 因为它创新高 这样了解那个概念 所以我就跟你讲 K-Punk的颜色 真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18版本的赛马理论 真的有它吗 有啦 这家第一根嘛 好 全部接牌了 今天巨洋有表现吧 只是没有冲出去3%而已 所以盖牌的就是1477的巨洋 3658的汉维科 跟6414的华� 现在全部都打开给你看了 请问一下有很差吗 并没有很差 有兴趣的话 你就把你的 那什么技术线型把它打出来看 你会发现 其实健安老师真的没有落策的 这样了解 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 18版本的赛马理论 已经全部都接完盘了 接完盘的意思是什么 你操也没用了 那你想健安老师 你不要骗我了 下个礼拜 你搞不好在那边 里面挑个五六档 是一模一样的 好啊 随便啊 反正你要猜我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啊 健安老师 都能在哪边 你只要成为学员 你就知道了嘛 成为学员你就知道 19版本的赛马理论 是涨怎样 不要去猜啦 不要去赢了 了解 所以我们再review一次 18版本的赛马理论 总共接了9档股票 12档股票总共接了9档股票 而且是 但是健安老师是 Promise是超过3%才接牌 不是说只有涨就接牌 是超过3% 你想一件事情 12档股票里面 都有超过3%的 应该还不错吧 这样了解了 之前是不是跟你讲同亨 而且在3D全球财经 你飙涨停了 就是这样 好 那不管怎么样 过去都过去 不要再臭屁 健安老师你不要再臭屁 好 重点是对 当你在操作期货 跟操作股票 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我还是必须要跟你沟通一下 观念的问题 有时候不是因为 你看不懂盘式 因为盘式真的很简单 因为强势股就是长红K棒 弱势股就是长红K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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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你会赚不到钱 其实就是因为 被这个东西卡住了 有时候是心理的 平衡状态跑掉了 为什么 当你操作实力的时候 就是当挫折 瓶颈 麻烦 找上你的时候 你应该要找出口 而不是找借口 明明就知道了 18版本的三马理论 你为什么不要用 明明K棒的颜色 可以告诉你 价量关心 你为什么不要用 结果自己在那边黑白做 最厉害的 我们投资朋友最厉害的 就是闭门造局 我看过好多人 这个我自己来就好了 等你自己来的时候 你已经学到了 为什么 两年后你真的学出师了 我真的看过很多人 两年后真的有出师 结果一花你知道 两年出师完之后 会怎样吗 会怎样 就是没有钱可以下注了 这样我比较开心 学会了 可是没办法再进场了 对啊 你就把你的钱都出光了 你学了那么多的经验 那么会解盘 这样够好 我就每一次我都看到 人家在那边解盘 就嘴的一嘴好盘 那个就是很热打嘴炮的那一种 很够改盘 但是问题是说 你够落空盘 没有没有没有 我会怕 你够落空盘 没有没有没有 我会怕 你解盘干嘛 了解齁 是为了要赚钱 不是为了解盘 给人家看的 所以最后这句话 还是要跟你分享一下 真的 当挫折 瓶颈麻烦 找上你的时候 你要找出口 不要找借口 你不要真的说 这些盘子都是我 这些操盘 那些主力 什么盘子 还我了解 我告诉你 进期货市场 跟进股票市场 赚不到钱 就是你本数不好 你不能怪别人 为什么 所以请你记得 当你怎么操作 怎么不顺的 一样把我一个原则 运用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颜色 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固定 剩下的 就请你按表操课 建安老师会教你的方法 加量关系也好 散麻理论也好 面对行情 你就不会紧张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好好想一下 建安老师讲的 有没有大礼带 好等一下广告回来 还有更多期货当中的分析 而且最重要的 多空交战点位在哪里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韩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2506-6808 台湾国际家具 采购生会 高档家具 换季折扣 只有四天 就在世贸易馆 下一根K棒 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韩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2506-6808 撑下家具 采购 几月四月十七到二十年后 大促销 滿额再出小家店 就在世贸易馆 驾中风 火爱通 火路不通 就是火路 火苦 火气 火爱通 把你穿火油通 火路 温定 Hit up 让我们健康 蚌子通 火气 火爱通 妈 你辛苦了 让我买张好床 孝顺你 请您调檔看 我们最新的电动调整床 这高度最舒服 这是恒温材质 给您最好的睡眠温度 还会震动按摩 想不到床也可以这么享受 妈 让我和这张床一起孝顺你 那你要买一张 好好照顾你自己 床的世界电动调整床 只要月付2800 台湾国际家具采购商会 高档家具换季折扣 只有四天 就在世贸易馆 一丁一点 从早开始 多爱自己一点点 高鲜一身轻 统一阳光 无加糖 低糖高鲜豆浆 趁夏家具采购 几月四月十七到二十年后 大促销 满额再出小家店 就在世贸易馆 大甲妈祖热性 就在今天 行动力保鲜专家 安怡给你好小力 迎妈祖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 2506 6808 2506 6808 2506 6808 如果今天是卖方基级 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 去偏空操作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价量如果配合 就大胆做 价量不配合 我们就给他牛一下 就这么简单 保卫一个约整 运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告诉自己 不要搭配 我们来解决今天 你为什么会搭配好不好 就是这 今天开盘 这是台子齐的十分钟的K棒 开盘在这边 收盘在这边 有没有发现价格是往下掉的 结果 卖方积极还是买方积极 是第一根K棒出来 他就告诉你是 卖方比较积极 沿路就掉下来 那昨天 开盘在这个位置 收盘在这个位置 价格是不是往上涨 结果 买方是不是比较积极 所以价格是往上推了 把握这个原则 其实面对这个行情 就是这个样子 量价配合 大胆的做 量价不配合 小心的做 为什么 就把不会缩小 或者是退场观望 我不做总不会垫到我 了解 就把握这个原则 这个想法 讲清楚之后 就面对就简单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方法 好不好 你的K棒 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今天是卖方积极 买方积极 你就黑白底了 对吧 往下掉的过程 你就知道 这边有撑 这边有撑一直撑撑 撑到最后面的 撑到吃饭了 撑 不要这样子想 在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 结果越压越高 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那个叫逆势 因为你不知道盘中 是买方积极 还是卖方积极 所以最后再看一支图 好不好 把这个图看清楚之后 我相信你都能一定知道 怎么做 今天开盘是在这个位置 价格往下掉 为什么 卖方积极 昨天开盘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往上涨 因为买方积极 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就是人家说的 拉回来 我告诉你 港澳一点拐 公企就没得到 就是这样 你要自己写程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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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写得出来 你就自己写 这是问题 假设你 你是要来当分析师的 还是要当什么 你是为了要赚钱的 对 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还是自己在那边 是更厉害的 了解 所以请你记得 面对这个行情的话 把真正的方法 准备好之后 你就不用太紧张了 所以我的看法 还是这样 当不景气的时代 来临的时候 有没有 投资别人 不如投资你自己 真的是这样 把真正的方法 把它学起来 有没有 不景气的年代 谁说一定要 靠天吃饭 对不对 只要你有方法 进期货市场 进股票市场 去捞钱也可以 所以最后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 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 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 跟你讲一个小话 简安老师 也是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对 我们观众朋友 很高兴 就靠电话来说 我要找你老师 他什么名字 我知道 就天然的最好 是我 简安老师 要我名字的 不要再天然的 所以好好想一下 简安老师讲的 有没有道理 面对这个行情 真的不需要太害怕 最重要的还是下个礼拜一 有没有一些观察的指标 刚刚看到的关键点位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9581点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如果假设你知道的 昨天的9612 如果你是做多的 你一定要守住 如果你是做空的 你就知道到那边的时候 要怎么K它 现在这个数字 应该会用了吧 对不对 所以请记得 两个观察的重点 一个多空交战点位 第二个当然就是 国际盘的一个发展 对 所以最新的交战点位 9581点 比今天这个收盘 还要再低一点点 我们下礼拜一来观察一下 今天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已不错 盘式应对已不错